有的人天天都嚷嚷说 自己为什么要将就找个人结婚 低质量的婚姻不如高质量的单身 可能是因为他们年龄大了 实在是找不到理想的人了 就找一个托词安慰一下自己 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倔呢 说实话 真的要一个人去面对 孤孤单单的百年人生 还真的是需要点勇气的 挺可怕的 别告诉我 你有什么闺蜜有哥们 你就想一想 那些孤独的时刻 你的那些闺蜜哥们 他们又在哪呢 你能承受得了几集孤独呢 据说第一集就是一个人去逛街 想买件漂亮的衣服 都没人给你点意见 第二集呢 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 不管电影多精彩 你也只是一个人在哭 一个人在笑 散场之后呢 独自回家 连个可以分享和讨论的人都没有 第三集 一个人喝酒 你喝的那是酒吗 你喝的恐怕都是自己的心情 第四集呢 一个人去吃火锅 本来吃火锅是个热闹的事 可是你呢 却吃了个寂寞 最可怜的是第五集 生病的时候啊 自己给自己买药 给自己做饭 身边没一个人照顾你 只能自己扛着呀 第六集呢 是一个人去旅行 别人都是成双成对的啊 可是你呢 就得拿着那个自拍杆啊 自娱自乐 第七集呢 是一个人搬家 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 没有一个帮手啊 真的是冷冷清清的 第八集呢 是每天一觉醒来啊 连一条信息都没有 你不怀疑这个世界 已经把你遗忘了吗 第九集 一个人做完手术啊 你妈妈打来了电话 你还得故作镇定的说 放心吧妈 我挺好的 第十集是最可怕的 你会觉得 这些都是正常的生活啊 据说还有第十一集啊 你亲眼送走了 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 这个世界上 就剩下你一个人了的时候 你孤不孤独啊 还有最可怕的 就是你好多天都没有出门了 是邻居发现了你 所以啊 人的这一生呢 要好好地规划 你还是要有一个 同行的伙伴的 他还是可以给你陪伴 可以给你温暖的 现在有多少人啊 在找对象的时候 就像选商品一样啊 不能差一分 不能少一毫 不然就不行 有更多的人啊 把婚姻当做了交易 当做跳板 其实这样的人 你最后一定会被婚姻反噬的 所以呢 你如果真的能承受到这样的寂寞 这样的孤独 那我觉得你可以孤独中了 没问题 那我也要恭喜你啊 逆袭成功啊 对吗 不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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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 예�闻的